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见到他 心里一宽 所以我就说见他好 您要老不来 您要等到81岁 绝对比我还乐观 我得能等到那时候 但是真的 人这个心理状况 确实需要小心 要不然有的时候你这说不准 就干出什么事情了 这么紧张 如履薄冰 因为我天天接触这些负能量 你就甭说我了 就是美国 你不是刚从美国回来吗 我还正要请教你这个事呢 王老师好像也挺想聊聊 奥巴马都出来讲话了 这个黑人教堂枪击案 21岁的白人男青年 拿着枪进去 九死一伤 而且你知道这个细节 还放走了一个女的 为什么放走她 就是说出去告诉世界 这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什么情况 不是 而且她是教堂里头 是人家在那祈祷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这个就特别刺激 她不是说那批人家 或者有什么不良行动 或者妨碍了她 她本来这人在 哪怕是不太好的人 她在祈祷的那个时刻吧 她起码是 你应该尊重人家这个祈祷 而且她不是走 人家就开枪 她还进去以后 跟他们坐在一起 好像过了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在里头 一个小时 一起 然后突然站起来 就开枪了 特别有意思 这事儿 而且之后到现在 就是结束了之后 这些死伤的人的家属 因为是虔诚的基督徒 都是黑人了 居然还表示原谅他 觉得宽恕 他们是真实基督徒 而且还说了 我觉得说的一句话 我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说的 we enjoyed him or we enjoyed you 就是我们还享受了 跟你在一起的 一小时的时光 这个是我挺难理解的 一个事儿 就是说 咱知道宗教的力量 非常的大 这可真叫基督说的 那个就是打你的左脸 把右脸伸给他 就是你亲人被他杀了 在法庭上啊 我觉得很难理解 就跟他说我们宽恕你 很多金属 而且你看啊 他这个很有意思 他宽恕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啊 我们尽管亲人被你杀了 但是我们宽恕你 我们宽恕你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这个仇恨 他没有生存的空间 就是那意思就是说啊 我宽恕了你 仇恨就胜利不了 我不能让仇 我要不宽恕你啊 仇恨就胜利了 而且他之后举行的这个纪念之后 他是在乔斯顿 这个南方的一个城市啊 这个是一个白人市长 白人市长实际上是很进步的 一直他当政好像四十年 都在推进这个就是和解 包括提倡这种黑人文化 建黑人的这个历史博物馆 他是当年的一个蓄奴中心嘛 这个乔斯顿 他就开放了这个展览 所以也增加了游客 大家到这可以看到一些历史遗迹 当年怎么贩卖奴隶 所以他其实是很进步的一个白人市长 然后这事情发生以后 他也说了类似的话 几千人参加这个追导会呢 有白人有黑人站在一起 市长说如果这个青年人 就是这开枪的青年人 他想用仇恨来分裂我们 他是办不到的 所以这个 这个类似的事情啊 这不是首次 因为美国有些人 其中也包括好像传教士 在那个中东啊 被这个极端组织 斩首 也有过他的家属说 要宽恕那个杀他的人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 或者带有宗教的一种信念 实际上别人听了不可能 不是对他个人的宽恕 而是对这样一个事情 你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您能理解这种认识吗 我还是想听听您分析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事 一个事件 就是首先 咱们先看看这个孩子 这个21岁的啊 这个在法情上面无表情 你看这是他的这个 自己原来在网上放出来的照片 他这个旗帜啊 疑似啊 不一定 就是疑似是当年呢 美国这个南北战争 就南方叛乱各州的那种旗帜 当时南方是主张奴隶 奴隶制嘛 然后你看有枪 你等下看下边 他拿着这种旗帜 然后枪啊 你看这个表情阴沉 烧美国国旗啊 这是被压解出来 这小孩 你说他不是有病吧 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问题少年 就是说 首先刚才咱们说 别人都都饶恕 这个被害者 反而是他的亲戚 说不行 他犯了这么严重的退伍 该他要付出代价 比如说要杀要寡 就那意思吧 就是说要判重刑 他的家庭是一个 就是说他是父母 这个父亲是有暴力行为的 经常打他的这个后 后妈是跟他很近的 就是一个小孩 是感情的支柱 是这个后母 结果呢 这个后母被打 然后又跑了 还是怎么 两个人分开 所以他这个精神上 首先有一个家庭的 这个不完整家庭 这么一个问题 再加上呢 我觉得他 他其实是我还正好是 我去美国的 当时八十年代的头几年 正好在 就是在南卡罗莱纳州的 州立大学上学 这个州首府 就是叫科伦比亚 他就是在科伦比亚 这个小城旁边 一个更小的小地区 长大的 那里边就是黑人 他的朋友里边 有黑人有白人 因为他穷嘛 他上一个公立学校 里边实际上 他有一些朋友是白人 有一些是黑人 他跟他们也是朋友 你知道他的脸书上的朋友 据说很多都是黑人 他跟黑人朋友 一起喝酒的时候 也很好 跟白人朋友一起呢 渐渐的 人家就发现他有问题了 他就 这之前 他就开始说一些 种族的这种言论 就说你看他们 这些白人 这些黑人 占领了我们的国家 我要做一些事情 监污我们的妇女 监污我们的妇女 然后这些 没把他当真觉得 他怎么会突然 说了这些话呢 实际上可能 就是说 一个是他的家庭 破碎的危机 到了一定年龄 他学校好像也是 犯了一个什么事 他也没工作 也没固定工作 从高中也出来了 然后呢 这么一个社会青年 跟他的朋友喝酒的时候 就开始说这些话 再一个 我觉得他可能 接触到了某些 这种种族的案件 因为他的大背景 的确美国 近年我们都知道 虽然是第一届 黑人总统当政 奥巴马 可是这期间 有一系列的警察 针对黑人的暴力 引起了很多的 比如说游行 然后抗议 大家觉得 虽然这个经过民权运动 黑人的这个 当然是大大 大背景 是很大的进步 但是这个种族问题 变相的还存在 还有很多种族歧视 在这个背景下 他好像也听到了 一个什么案件 就又刺激了 他的这个小孩 这个脑袋 就觉得 你看好像是一个白人 枪击了一个黑人吧 但是最后白人被释放了 说他无罪 他就说你看 这不得了 就是好像这种 黑人的力量 越来越强了 就本来就是 他们应该是被被镇压 他们是低等民族等等 他就把这些事 都搅在一起了 所以过去啊 我觉得 我得到一个认识 就是说 美国这个国家 好像比较好的 解决了民族问题 但实际 他有种族问题 是吧 就是好像过去 就是说 咱们都是美国人 咱不分什么什么 但是实际上 你看 这个有色人种 和白人之间 这个东西 根深蒂固还在啊 这个我当然 很久不去美国了 也不太理解 他这个事 但这个事一发生呢 我首先想到的一个 想到一个什么事呢 就当年 奥巴马总统 竞选的时候 那时候英国的一个女作家 一个资深的女作家 就是也是诺奖的得主 那个Doris Laysing 多利斯莱辛 金色笔记 对 他就说 奥巴马千万不要竞选 也千万不要当总统 他如果当从 出不了一两年 肯定被暗杀 我当时呢 看了以后我就觉得 就跟我对美国的印象 不一致 我心里想 不至于吧 他说的这个 我想他年岁比较大了 而且他是在非洲长大的 他是在非洲长大的 对啊 他是非常 一个他 一个那个 那个什么 什么事 有一个 有一个 那个南非的那个 也是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 也是英国的那个 女作家 他们都是特别同情黑人的 他 我就 但是呢 这个事呢 我就觉得 让人感觉到啊 在美国的社会里头 他这个种族的问题 尤其是和黑人的 关系的这个问题啊 他始终有一个阴影 对 这个阴影不但照到 美国人的心里 而且照到这个 比如说像多利斯莱辛 这样英国人的心里 这个阴影是什么呢 这个阴影就是说 他 他有过各种的 不和谐 不和谐 咱们的说就是不和谐 甚至怨恨 怨愁 或者是实际的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事情的典型意义 就是有典型性 就是发生在南方 我为什么刚才说 因为我去美国的头三年 都在这个南方小镇上 我就第一切身的感觉到 这个南北战争 在他们那儿是没有结束的 就在人的心理上 南方人 对 他对北方人 就是杨基老 是有一种感觉 就是有一种距离 那他内心深处 还觉得蓄奴是好的吗 他不能 至少他不能口头上这样说 这是政治上很不正确的一件事 但是呢 他觉得他们是战败者 他们是就是更主流的 从话语上 在经济上也是 北方各州是更发达的 一直好像是这样 然后比如说我第一次去 我第一次租房子 在这个南卡罗莱纳 就是这个小孩的 这个镇旁边 首府 就是跟三个白人一起租 然后其中一个白人呢 别人学生酗酒 就不租了 走了 这时候我们就 就招一个新的室友 进来了一个黑人 就非常微妙 你想就我一个东方人 对吧 然后两个白人 进来一个黑人 这个黑人呢 还唯一的是一个 他就是我们都是在那读研究生的 这个黑人小伙呢 是卖墓地的 你想 卖坟地的 他实际上跟我们年龄都一样 但是他的工作是卖坟地的 有一段 他就对我这个觉得也很 哎 怎么在这碰着一中 中国人那时候在南卡巴巴那 八十年代很少有中国人呢 他就跟我练习 说我推销墓地 跟我练习 那说得我毛骨悚然 你想这一个黑人 个子还挺高的 跟我说我推销你 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墓地 为了你家人长远的着想 说我觉得奇怪极了 但是我们关系 我也很好奇 黑人怎么会 通过我其他的同学 都是白人 我没见过一个黑人 就唯一这么一个黑人小伙 请了我去了他的家里边住的 结果我一去他家 我才发现 哇 这个南方完全是 还是分开的呀 我一到他那住那区 全部是黑人 然后大家一起 就是吃了什么炸鸡 什么就是开 就是一个周末嘛 还给我介绍啊 什么这些是我的什么 三姑七大姨 什么他的朋友 我没见到一个白人 在那个区里 你说说 这就是这么一个 一个南方 已经到了八十年代的 一个状况 所以你就说这个 所谓政治正确 现在咱们可以学来 这么一个词啊 我觉得越讲政治正确的议题啊 就越是有问题 他有问题 他就是 已经不能讨论了 对 不能说了 是不是啊 你比如说 我再说点我的联想 就是我这 一个是呢 我接触过 美国小孩 他谈论起黑人来 我不知道这里 有没有歧视的 或者色彩 比如称他们为 巧克力 guy 巧克力 对 巧克力 我反正觉得呢 不妥 起码如果我是黑人的话呢 我不愿意别人说 我是巧克力人 我就是人呢 对 我脸黑 您说的是美国白人 美国的小孩 白人小孩 学生 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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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一块谈论 因为我也有亲属 在那上过学的 他们 这是一个说法 就是他内心里头啊 他不可能啊 没有什么看法 那我问您啊 甚至于是 非正面的看法 他已经很进步了 你想巧克力人 但是这种看法 是不能说的 不能讨论 也不能讨论 你比如说 这个我们不可能 有这样一个课题 这个课题啊 本身就是 甚至是违法的 比如说 我们能不能够研究 关于黑人 为什么犯罪的率 比较高 哎呦 这你就犯错误了 可是人家在说呀 黑人的犯罪率 比这个白人高啊 这政治错误 是不是啊 这个倒不是 有很多研究 这个可不可以做研究 但是他研究的时候 经常关注到了 这种政治正确的 这种态度 就是说 为什么这么高 可能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因为种族问题 没有解决 所以白人警察 比如经常烂抓黑人 而且没有解决 这个社会上 给白人同等的机会 作为他们的 这么一个弱势群体 虽然有过这种 他们叫affirmative action 这你应该知道 六十年代以后 就是说 给他们更高的比例的人 可以上上学 什么就业上 都有一些关照 但是还不够 啊 那么这样的 引起他们 很多人都陷于贫困 但是这个 贩毒贫民窟 所以他们犯罪人 这个咱们 就是咱们是中国人 我觉得就缺乏 这种体会 像你在美国啊 你说这种 比如说这个 如果说有一些白人 他对黑人 有这么一种 心里边有点个影的话 对 是只对黑人 还是你比如说 他对黄中人呢 也会有啊 这种族之间 我们应该太知道 因为我 比如说我不会觉得 另一种颜色的人 低我一等 我心里没有过这种 那你是不是典型的中国人 我要说 我的感觉是 黄中人 比世界上任何人 都更种族主义 我怎么觉得黄中人 对白人有一种 仰视 或者自卑 然后出于自卑 羡慕或者恨 对于黑人 我们对非洲人 只有在 我觉得是 真的是在毛时代 是第三世界 对毛时代的时候 我对黑人印象还挺好 之后马上 这个本相就出来了 歧视黑人 歧视印度人 我因为在印度 印度中国研究所 工作这么多年 我每次提到这事 都要听到说 啊 他们咖喱味很重 黑乎乎的 你还去那种地方 你知道这是 这还不够黑呢 这是巧克力 汪老师 您觉得他说 中国人的这种东西 和美国那种东西一样吗 他是这样 我跟你说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辐色之间呢 实际上有各种看法 这些看法呢 有的是针对的某一件具体的事 比如说拿咱们国内来说 说哪个民族 说话不算话 说哪个民族的人爱借钱 说哪个民族的人爱 对 就类似的这些说法多了 这些说法都不能上台面 对 也没有人在正式的会议上 或者文件上这么说 但是或者 我在美国听到这样的话多了 对啊 所以他不是说黑人呢 怎么不好 而是说那黑人区呀 那个社会秩序不好 或者是吸毒的多 或者是犯罪的多 所以你不要往那边去 天黑了 不要往那边走 不要到纽约 那是第几条街了 那个全世界都准备 就是我原来在 在哥伦比亚上学的时候 就知道 你千万坐地铁 不能错站 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在116街 往上一站就是125街 对了 你上当趟去玩了 南面玩回来 你要万一喝点酒 你忘了下车 得下一站 您就在哈莱姆 那个时候当时是还没有 那个就是现在已经哈莱姆变了 很安全了 当年呢 就是你一到那下车车 那就是黑人到水 然后就觉得要抢你了 要怎么抢你 对 哈莱姆 我们过去 我们公司有个香港的一个领导了 跟他这个太太 两个人都很绅士的 误入这个哈莱姆 说晚上12点呢 被追的 穿这个高跟鞋 打打打打打 满街乱跑 他这个 美国其实这一类的事 是一直不停地出 对 什么 是小失诚吗 有一年 发生的 是 不断地发生这个 就是什么 什么警察 这个这个 呃 大夫 涉嫌 涉嫌的 大色列了 涉嫌犯罪的 结果是 是这个 非 非以人士 嗯 还有 洛杉矶暴动 最近 还不 一直在不停地发生 对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 这个历史啊 所遗留下来的东西啊 消除的并没有这么快 你这一点 看得也非常准 凡是说正直正确 他实际上就是要 这个东西要捂起来 对 不能够过分公开的在那 本来美国是一个比较 可以可以说三道四 顺追胡说八道的一个地方 可是为什么有些地方 绝对不准 对 不准提 高度敏感 就像就是说德国 你不能 法西斯 这个他在民主 但是你如果说 那最言论 那违法 对啊 你不能讲你这民族 是什么优秀的 优秀都不行 优秀的民族 看来是有些记忆 永远不会被忘记 咱也不知道啊 永远 您才活多少年呢 咱们先期待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我有一个感觉 也可能是错觉 我怎么有时候觉得 这个美国人 这个轴啊 就是好像有时候觉得 美国人反倒真能为了一个 跟他无关的一个什么相信 或者一个主意啊 他不择手段的干 你比方说 就像咱们刚才说的 哎 说中国人 有没有对别的种族的人 有这种看法 有啊 但是我觉得 好像还不至于说恨到 说哎 我拿了咱没枪 我说我拿刀 去砍你 比如说 不管你说印度人也好 或者哪也好 就说我讨厌你 我还不至于恨到 说要灭了你 但是怎么在美国 竟有这种拿着 就杀掉你 中国人呢 有这一面 你要中国人私下的说呀 那什么话都不沾边的都有 对 可是他呢 又有这个事 跟我也没有什么太具体的关系 没厉害嘛 他竟是背后在那说 就八卦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哈尔滨 哈尔滨那些俄国人来了 是不是啊 那个中国私下的说什么都有 那他演芭蕾舞 那华人你说东北人啊 他说什么呢 就说说那个是 就认为那个是 就是最最猥亵 最淫秽的地方 就是就是也 其实就是芭蕾舞 可是相反的呢 俄国人在整个在 在哈尔滨的经验呢 他是挺好 互不相扰 没有中国人去 而且我我也有一例子 就是说这个 广州现在据说已经有五十万非洲人 在那做生意 对吧 是是是 他巨大的一个黑人群体 在那做生意 可是据说有一些 各种各样的零散的 这种种族歧视的 没有大规模的 后来我就看到网上一个说法 就评论说的 说的天朝人呢 很实惠 底下说这个黑人怎么怎么样 那是一回事 但是主要是这些非洲人 只要跟咱们沟通好了 利益挂钩 都好说 管他你是什么种呢 什么福色呢 咱们做生意 一起发钱 还是比较温柔敦厚 对你有看法 您说美国人呢 我有 我有这一面 我不知道我这理解 对不对 就是 美国是 它是最发达的 这个西方国家 但是美国那个 特别土的人呢 也有的是 对外业的什么事 他都不知道 像这种 无端的仇恨呢 或者种族的歧视啊 往往是和愚昧 我觉得他是 他就在这种封闭性的小城 对了 封闭性的一个小镇里头 对 他才能发生 他你想 在纽约这种地方 都是白人 就是一起游行啊 跟黑 为了黑人的 我就知道我那个 就是我们研究所 那个所在那大学里边 就有好多这样的白人女性 跟这个警察到底什么 一点个人的关系都没有 真去游行 然后被警察抓起来 跟黑人一起抓 一起坐监狱 然后他进去以后 出来还跟我说 我说怎么样 在里边待 然后他还 他还很不 分分不平 说那警察对我就比 同样抓的黑人 就要好 客气很多 我说那说不定 因为是你女的吧 他说不是 他就是 他那正义感 强到这种地步 但是这种正义感 是不是跟某些 种族歧视主义者 他自以为自己的某种正义 干出来的冲动 实际也 也有类似之处 就是都肘 都肘 就是肘 土 就愚昧造成的 我觉得 我觉得是愚昧造成的 不开化 我还可以说一个 一个小的例子 这个冰心的孙子 在美国上大学 上那个康州大学 就是 这个 他跟我说过 他有时候动不动 忽然接到电话 这个电话呢 是 就是 是谁的 他不知道 就知道他是华人 滚回去 跑到我们国家来干什么 你们来的人越来越多 快滚蛋 小心我宰的你 会接到这种电话 而且不止一次 我还自己碰见过 又是在南方 休士顿 我们住的那个区呢 正好就是 很多都是白人 我的邻居有一次 就在草坪上 其实平常也不来往 就就隔壁 他在草坪上 站那儿涂红指甲 我觉得是一个 金发蓝眼的 一个家庭主妇吧 因为好像大白天的 他也没什么事啊 就聊起来了 我正好也在门前的 但是一听 他开始还没有什么 一听说你哪来 我说我原来是中国人 他说那你在哪上学 然后我就说到了 我说啊 在北京 然后后来我又在纽约 一听纽约 已经就脸色 不是太好看了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就 就我刚才说这种 南方人对北方人 有一种看法 然后我再说 我在他哪个大学 我说哥伦比亚 更不好看了 从此以后 没有任何来往 你说这种感觉 看来美国社会矛盾 很尖锐啊 他土啊 他也有土的 有时候这像类似的这种啊 种族的极端行为 极端行为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毒瘤的 疾病 疫病 还有那种 特殊的那种